哈喽大家好我是Pichy 然后今天的话呢我会来和大家介绍一下去日本旅行的话需要去注意的一些事项 那如果你做到这些的话呢日本人会给你点赞哦 OK那我会从几个方面来说 第一个呢就是贷的现金 当然你可以准备一些信用卡或者是银行卡 但是可以刷卡的地方应该还是不是那么多 不是那么多应该还挺多的哈 只不过呢很多地方的话呢还是会比较习惯于用现金 然后你还需要去准备一个零钱袋因为有很多硬币 那特别像居酒屋啊商店街啊这些的 还有一些小城市都会用到现金 所以大家可以要多准备一些 也不用太多吧对 OK然后大家当然可以去买一下两种卡 如果你在关东地区的话呢 你可以给我买一个叫西瓜卡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关西地区的话会用 Eco卡会比较多一些 然后接下来的话呢我就会从衣饰住行景方面来跟大家去说一下这个需要注意的 那首先去说一下衣服好了 那衣服的话呢 当然你怎么穿都可以 嗯就记得要穿 嗯开玩笑 嗯 衣服的话就还好啦 但是你一定要注意一下你的袜子 然后袜子的话呢 不要有破洞 大家都一定穿袜子 所以对于女孩子来说的话也是一样的 嗯可能会穿一些皮鞋 然后可能有的女孩子会 嗯不穿袜子吧 那在日本的话就不OK 对然后 嗯说到拖鞋 不是不是那个 不是拖鞋 就是把鞋脱掉这个拖鞋 那你试衣服的时候是一定要脱鞋子的 然后嗯比如说 他可以他一般来讲里面会有地毯 或者是有有有给你换的鞋子 但一定要记得要脱鞋 不然可能会被犯白眼 嗯这是真的特别是在妒精 然后嗯接下来说一下吃的 嗯吃会有很多规则 第一个的话就是不能边走边吃 嗯可能会被嫌弃 对然后当然有些地方可以啦 比如说上电街啊 这种有很多街边小吃的地方 不过其实也比较少 对因为一般你会在一些 这样的餐厅门口 会看见有一个让你坐下来吃东西的地方 或者是让你有 嗯你也可以站在那个街边 然后站住了 然后去吃 吃完喝完 然后嗯只好边上应该会有一个扔那些垃圾的地方 那切记就是尽量不要边走边吃 然后第二个的话呢就是 就是吃东西的时候不能太大声 在餐厅里面的话嗯除了一样东西就是吃拉面 吃拉面的话你可以嗯越大声越好 对四六这个拉面 然后会让呃店人觉得 诶这个拉面特别好吃 然后还有就是男生的话注意一下就是不要打嗝 发出声音你要忍住嗯大哥不太好对 如果你真的要打的话你一定要嗯吓吓声 好然后的话还有就是吃完吃东西的时候 可能你会吐鱼骨头啊骨头啊之类的 嗯那在日本的话这个不太好吐在桌上 然后他们会有涂东西的一个盘子 然后的话你也可以用纸巾嗯这样店员也比较好收拾 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嗯分享对 然后嗯很多餐厅是不可以分享的 比较不推荐你去分享 所以特别比如说像吃拉面啊寿司啊这样子的 但是在家庭旅家庭餐厅呃或者说快餐店的话 应该还是OK的嗯啊然后还有就是不可以吃剩下来 尽量不要吃剩下来特别是拉面 嗯还有素食餐厅比较少 因为大家都知道日本吃鱼肉吃鱼吃肉会比较多一点 嗯然后呢还有就是你去餐厅你吃东西的时候的话 店员都会问你要不要喝什么呀喝酒啊软饮 啊这些的但是一般来讲没有人会点说我要喝水 对因为通常所有餐厅都会提供水嗯然后还有一部分的餐厅的话呢 会有一个地方叫反雀台呃写的文字是反雀台呃那个意思是指呢 你吃完了一定要把东西放回到那里然后很多餐厅的话也会有分类啊 呃或者说你没有喝完的饮料是可以倒掉然后把餐具啊然后盘子啊分开来去回收 好那吃的话大概就这样啊 还有一个就是你吃完之后结账 那很多餐厅的话在点完东西之后的话呢会有 会有一个账单嘛 那他会帮你把账单合起来放在桌上 或者是呃卷起来放在插在一个桶里面 然后你吃完之后呢就把他拿起来然后放去到那个一般来讲在餐厅的门口去结账 好然后这个是关于吃 一是住对然后再讲一下住 住的话就还好吧就酒店一般来讲大家都会住酒店或是LBNB嘛 那酒店里面的话呃垃圾分类就还好 但是LBNB没办理的时候会有分类的垃圾桶 那呃所以其实呃你出门在外的时候呢 是很少有垃圾桶的 所以垃圾会分类在纸袋呃袋子里面 所以你在便利店的时候会呃会有很多袋子嘛 那你不要扔掉它你可以用来扔垃圾 然后当然便利店也会有垃圾桶 但是马路上会比较少 所以请不要扔在地上哈 嗯然后酒店里面还有就是比较少的就是插座 所以如果你很多人一起出去出去的话出行的话 要记得带一个充电板 插座对然后在日本的话基本上都是两叉的 记得带转换筒 然后在酒店里面你挂衣服的地方的话 还会有小瓶东西那那个是除臭用的 然后所有的酒店基本上所有的酒店都是禁烟 一定不要在酒店里抽烟 然后还要保持安静 对好然后呃这个是住 然后还有出行 嗯出行的话一般就电车啊新干线啊 然后公交车啊这样子 然后不管你在什么样的公共系统里面 都要尽量的安静 呃不要太大声 当然你可以说话啦 但是不要太大声就可以了 嗯然后在电车里面的话呢 嗯手机要静音 对然后呃 就呃对在电车里面就是不可以吃东西 但是有新干线是另外的 嗯因为你可以在新干线里面吃便当 然后也有新干线 嗯那个饭盒饭啊之类的 嗯但一般来讲盒饭是不加热的 但是我们在比如说东京站里地下 你可以买到那种刚刚做好的便当 然后还是热乎乎的对吧就可以吃 嗯还有呢就是呃在日本的话呢 会有女性专车 呃不是专车就是专的车厢 那女性专的车专用车厢的话呢 并不是全天的 像在东京的话呢 一般是早上七点半到九点半的一个时间 除了这个之外的话都可以乘坐 嗯还有一个很重要就是先下后上 然后呃他们会有队列嘛 然后你可以看一下别人怎么排队的 前往不要插队 嗯日本是一个排队 特别多的地方吃东西餐厅 嗯然后呃列车这样子都有 然后还有就是坐电梯 嗯就如果是坐那种传送电梯的话呢 呃一定是靠左边站立 呃除了大阪之外 大阪的话是和上海一样就是站在右边 然后呃对千万不要站在不对的地方 那很好的一点就是看一下别人是怎么做的 然后在日本的话大家会比较不喜欢不一样 对吧这样的事情 那 OK基本上来讲的话就是这些 然后还有一个是大家可能不太会注意到的 就是关于拍照片 那在日本的话呢就是呃 千万不要拿来镜头 在你没有任何询问的情况下对着别人 所以日本其实非常注重隐私 然后千万不要偷拍 啊你有可能会被抓起来 嗯 但你可以做一张小卡片 然后或者是你可以非常友善的问一下路人 诶我可不可以给你拍张照片啊之类的 那大部分的日本人还非常的友善的 嗯 所以其实如果你喜欢拍照片拍视频的话呢 记得你可以提前做一张卡片 然后你可以 嗯 问一下路人 诶外面有跟我一起拍张照啊 或者我可以拍你啊 然后还有就是呃 如果你去到一些地方 可能那边会有一些很小的字 告诉你说不可以拍照 一定要注意 那如果你真的拍照被管理员大叔叫住的话 比如说我曾经就被叫住 然后呃 你就要告诉他说 嗯 不好意思我没有看到 呃 然后你跟他说一下 嗯 すいません 呃 ごめんなさい 这样子 嗯 对 然后所以拍照的话也一定要小心 呃 不是小心 一定要注意一下 然后如果你偷拍的话 是比较危险的一个行为 嗯 好的 那基本上就注意这些的话呢 你去日本的出行就会变得非常的开心 对 因为在日本旅行的话还是非常的舒服的 嗯 很安全 不然 然后你不用担心掉东西 然后说要掉东西 这也是一个比较有趣的事情 就是 一般来讲你会在日本的车站里啊 然后是马路上啊 看到 就是一个完整的东西放在那里 啊 那是因为可能有人掉了 然后 那很多人捡到了 就会把它放在那里 我曾经在这个车站里 还看到一条爱马仕的丝巾 然后就记在那个把手上 对 然后肯定是有人忘记了 好的 那今天的这个视频就到这边 希望大家喜欢 那我当然可能有很多地方还是没有提到的 所以如果大家有什么想问的 嗯 或者说你想知道的 或者说你还想去让大家知道的 你也可以留言给我 嗯 马上我就要去去日本 去东京了 然后 嗯 希望大家会有一个很好的旅行 然后我接下来也会拍很多有趣的视频 关于吃 关于住 关于玩 下次再见咯 拜拜